将大片落地窗前的帘子打开 顿时美丽的树林景致映入眼帘 眼前一片绿令人感到心旷神怡 这是业者赖丽玲想分享给大家的感动 多年前他与先生选择在芳辽构地 养地15年种下花草树木 原本只是希望打造一个舒适的居家空间 但后来觉得这片美景不与人分享 真的太可惜 因此结合自己热爱的咖啡 美食及百事 开设了这家很文青的咖啡馆 我们学买这块地 它就是因为很爱树很爱石头 然后在一个 反正在一个很巧合的机会 我们就买这块地 然后就养地15年 为什么把这个地方 就是开放给大家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想了很久 就是像家一样 就是很居家的生活 然后我自己也很爱美食 很爱摆设 所以咖啡馆里面的盘子啊 餐具啊 全都是我自己很爱收藏 然后有这个机会就 开放给大家 跟着那个面团的形状 铺满它 业者正将自制的面皮 放上大量的新鲜蔬果 制作美味的披萨 不管是苹果肉桂的清甜风味 还是以大量新鲜食材制作的蔬食披萨 都很受欢迎 另外店家摆设以超随性的作风 座椅高低 造型都不一样 提供给来店顾客自由选择 每一个客人坐到这边的时候 他可以任意选择他想要的位置 然后每一个角度 每一个视野 穿透出去外面的庭院的时候 都会有不一样的美感 然后坐在这边 你就会很想 像坐到这个位置 拍照起来 你就会觉得很文青 在一个很放松的地方 然后质感就很好 除了紧致宜人 餐点美会 咖啡馆内的手冲精品咖啡 当然也很迷人 而为了让大众更懂喝咖啡 店内也会不定时推出相关活动 让客人与咖啡师领距离 每个月都有一个活动 然后有结果一些 就是在店里上手冲客 就用不同的滤杯去做实验 还有风味 咖啡风味的介绍 还有一些 我们还要去外面上课 期盼以照顾自己朋友 及家人的心情 对待来店的每一个顾客 让大家都能品味到 美味的咖啡及餐点 一同分享对土地的感动 及美好生活 屏东新闻 补玉亭张志豪采访报导 这个师傅